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11月9号了吧 11月9号 今天是周一我们的休息 那么谈点什么话题呢 今天这个是昨天晚上吧 昨天晚上这个看到了这个于敏洪 咱们说新东方的创始人 讲了这个他对一些现在他们转型的一些 后续的一些事情吧 那么我觉得应该是令人敬佩的 为什么我说令人敬佩呢 是说一他选择了这个咱们说教配行业 也是中国最早的非常早的 同时呢也做的是非常的好 好呢在这里讲应该是他是规模上 对吧 然后他这个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那么一直等于是一个教培的一个 大家都去学习 大家都去访模的对象 我这里不多谈这个新东方 新东方这个我想很多很多的这个国内啊 只要是你想出国国考雅思考托福 呃后来的这个各种文化课的辅导 我觉得都应该受过这个新东方的这方面的影响吧 那么今天我为什么这个看到这个呃 余敏红在这个直播间这个叙述他的这个转型过程中做的事情 令我敬佩呢 一个人呢 咱们说一个人 特别是商界中的人 你做了一个对社会啊 对这个周边都会产生影响的这么一个事 这么一个人的话 那我说的这个人品 你的人品很重要 为什么我们呃自古以来 我们普通老百姓对商人都不是很好的印象 还有就是我们从古至今呢 就是其实没人们的这个脑子里没有几个所谓的著名的商人 啊 中国历史上 就这么一个现状 所以就是商啊 凡是从商的人 我们都印象中叫无坚不商 这个无坚不商呢 体现在就是商因为他要赚取利益 他就会弄虚作假 他就会搞这些我们说的歪门邪道 所以老百姓对商是有一种 好像是被伤害的感觉 是不是 总觉得商人呃 狡诈 商人不诚信 商人这个等等的一些不良品性 其实 呃商业社会发展到今天 如果你不中品牌 不中信誉 这个商是进行不下去的 因为商业他遵循的东西 最根本的东西 就是一个信 我们老百姓 你买什么 不能仅仅图他便宜 实际上是 冲着他这个品牌去的 这个品牌上已经 就是聚集了很多很多因素 让你觉得你值得选择这个品牌 是吧 所以我们还是话讲回来 我说为什么敬佩 于米红的一些做法 就这个人而言 呃 在他退出啊 不要说一个人在商业辉煌的时候 是吧 说了乱七八糟的事 啊 这个 其实是不是他由衷的话 谁知道 我们普通人只能看 他做些什么 啊 特别是你在退出这个舞台的时候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不能听你说什么 因为这一阵啊 咱们说 这个教培行业受到了国家的这个 一种 呃 咱们说怎么样 就是一种整顿也好 一种取缔也好 一种就是 不想让这个行业存在 啊 咱们不说啊 这个政策 以后 怎么样啊 到底是 呃 何事否 我们先说于米红 他在退出的时候退的非常的有尊严 退的非常的体面 这里面我说几点啊 第一个 这个行业 对他来讲 已经做到了 我觉得 呃 没有人能超越的地步了 对吧 呃 行业中的口碑 应该算还不错的 那么 也也帮助了很多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么于米红 在退出这个舞台的时候 他做的几件事啊 可能大家有听说 我在这里再说一遍 一 他把他 因为他要转型嘛 他要关一下 关闭这个线下的这些所有的 他的经营点 他把他的这些 不用不了的这些座椅啊 这些座椅都不少钱呢 啊 那么多的校区 说是这个 一千 一千五百个校区 全国啊 大概有八万件的座椅 都是特制的 他把他全部捐了 捐给了贫困山区 就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都值得人 值得 所有人敬佩他 他没有说把这个东西 他可以变现的嘛 他可以卖的嘛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他依然做了这样的一个善事 对吧 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 他所立的这个规矩 一直以来坚持的这个 新东方的这个规矩 说明他很有远见 而这个规矩 这次就等于是救了他的生育 救了新东方 什么意思 他立的一个规矩 就是新东方账上 必须有一个所谓的余钱 这个钱一直要放着 干嘛呢 面对有一天 就是今天新东方突然倒了 我们我们在看到很多跑路的机构 特别多嘛 这不用讲了 我不想一一追溯了 你不管他因为什么原因 反正就是跑路了 跑路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他对所有的这些 他以前的这些客户啊 员工啊 都不再尽任何责任了 对吧 损害的是广大老百姓 不多说了啊 那么他占上这个钱 应付的就是这个危难时期 他要怎么样 兑现学生的退费 学费 第二点 他所有员工 有十几万员工的工资 不管是以什么性质啊 他都要去兑现 所以这是第二点 我觉得令人钦佩的地方 所以说一个人 咱们说于敏洪 敬佩他 其他的事不讲啊 什么他是一个 热爱教育啊 或者说这个 他是一个很孝顺他妈妈呀 一直他都在讲这些东西 他确确实是一个是一个 从山区走出来的人 也是让自己这个 咱们说山区出了个金凤凰这种 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 在这个时候 他依然能够就是说 很负责任的 而且还体验了他的这个人品 商品商业品质 而且给社会 立下了一个非常好的 声誉吧 我们老百姓也好 普通的这个 报过他课的人也好 说不了什么 什么也说不出 而且会敬佩他 所以这个他所作所作所为 是很有远见的 很负责任的 今天我看到 在纳斯达克 这个新东方的股票 这个回升了30% 大家要记住这是什么概念 都是以亿美金来计算的 他的股票那个时候 不行的时候 是从这个 下跌了80% 这是又是个什么概念 都是上千亿的概念 但是他并没有 我讲的意思 他反省 重新这个 转型 也许危机当中 有危还有机呢 人生也是这样 我们每个人 其实在日常的生活中 也能够体现出你的 一些很本质的东西 就是你在很危难的时候 自己都不能顾自己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想着一些他人 还愿不愿意给他人撑着一把伞 这个确实 你不要小看这个眼下的举动 他的举动是有很深远的意义 我觉得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向他学习 不说这个新东方倒了以后怎么样 以后会怎么样 但是 以后干什么 就是他自己在从事什么东西 别人都会相信他 这里面我大概想起了一个是 很早期的 在珠海创业的 巨人公司的 史玉柱 也是这么一个人 当时这个搞得太快 然后发展的太快 最后倒了以后 他这个承诺啊 什么五年内还清所有的债务 他做到了 所以他后来再去做其他的东西 人们还是信任的 是吧 所以这点我就在这里就是大中午的聊一聊 我看到了这个余敏红的这个事 我感到非常钦佩 跟大家来分享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老百姓 我们普通人 能做到什么呢 也是一样的啊 看人品 就是你开车 可能你的技术起作用 开车你礼让别人 对吧 懂得去谦让 而不是只顾自己 那么停车呢 更要显示你的人品 什么意思 就是你停车停好了 你要想 你的车停正了没有 你的车停的位置 有没有影响别人 这是一个有关自己的个人修养和德的问题 你不要觉得停车好像很小这件事 我们经常看到 因为停车产生的这种各种纠纷 占占别人的还有理 是吧 包括公共的停人家门口 人家禁止停 然后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因为停车造成的 这个停车在显示你的个人品质 大家记住了 好吗 今天我就说到这 谢谢大家